高雄当令萝卜大餐来了 秋冬乐活加年华活动16日开幕 土美农区公所提供分享 正值美农白玉萝卜菜收集 每周车潮落意不觉得进入乡间 享受拔萝卜乐趣 配合冬季礼座产戏 美农区公所本月16日起举办秋冬乐活加年华 游客加大戏域3000元 超值白玉萝卜特色餐 将揭开序幕系列活动延续至明年2月20日 秋冬乐活加年华16日开幕 永安路水镇行布置色彩缤纷的客家直散 记者徐白英摄影分享 美农萝卜吸引市区游客享受田园乐趣 美农公所表示 秋冬乐活加年华16日开幕 开幕会场在永安路水镇旁 周遭规划水岸市及农市体验 直散彩绘与蓝燃手桌等活动 并安排三种行程的特色小旅行 引领游客深入认识美农 开幕当天 客家收东西晚间6点 在美农天后公开演订购白玉萝卜餐的游客 可边看喜边享用当季萝卜烹饪的美味晚餐 公所指出萝卜餐菜色包含白玉萝卜拼盘 老菜浮土鸡锅 白玉萝卜文客肉 也连清蒸鲁鱼等在地佳肴 总值4000元 亿3000元回馈游客 美农湖畔稻草 艺术的景区展至明年2月20日结束 记者徐白英摄影分享 除萝卜地外秋冬乐活加棉花 连结至明年春节的花卉彩绘大帝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首度推出稻草 艺术的景工作人员 在美农湖畔打造秋收 十岁 五岁 雨丸岛等世界名画描绘的田园景色 稻草名画世界装置艺术展 期至明年2月20日